为了提升稻米品质和维护农田地利 农粮署东区分署 鼓励农民稻田实施水和田的轮作制度 从110年度起实施稻作四选三措施 在四期稻作中 最多可以选择三个期间来做重稻 另外一期做可选择转作水稻以外的作物 或是办理生产环境维护措施 将有补助可以领 另外农有符合对地绿地环境给付计划的规范者 每期做每公顷还可以领新台币4.5万元的奖励金 为了提升稻米品质以及维护农田地利 农粮署东区分署鼓励农民稻田施水和田轮作的制度 从110年度起实施稻作四选三措施 在四期稻作中最多可以选择三个旗座重道 另一旗座可以选择转作水稻以外作物或是办理生产环境维护措施 希望能够一方面让这个水汉可以轮作 一方面也减少我们这个包含像我们稻作 生产过剩的一个压力 那我们这个四选三的政策包含就是像我们这样转作 转作墙卖有什么好处呢 除了刚刚讲的就是它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产品以外 那当然它对于生态环境 对于这个土壤的土壤地利的一个回复都是非常有帮助 此外农友符合对地绿色环境极不计划规范者 每期做每公顷还可以领取新台币4.5万元的奖励金 那另外其实我们政府在做这些转作的时候 也有很多的奖励措施 像我们对地绿色环境给付就是奖励4万5 就是转作桥卖的话就奖励4万5 那另外如果它是大专业农又再加1万 像以这个杂粮产销班第二班他们来讲 他们都是大专业农 所以转作桥卖可以领对地5万5 那另外像他们又成立集团产区 也有拿到产销履历 那产销履历的部分我们是对地又再补一年1万5 然后集团产缺的话又再补五千 所以这样子加一加 其实桥卖的收益真的是非常好 一定是比水稻还要好很多 玉璃镇新农小镇间 县民建与一群农友 将部分稻田转作桥卖 两年来收获有成 有业者合作开发健康食品 农镇单位鼓励稻田实施水和田轮作 乐见花东种谷种植杂粮作物 新气急 七字高双双玉璃镇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